就是最好 这就是我觉得你出了三张的国语专辑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你前两张我一直觉得很多的一个概念形象 就是体贴 我觉得你是个好体贴的人 所以你在前两张的专辑都走一种 我很想为谁说些什么话 可能是谁呀 或者是我想聊一些 纵使可能是三角关系 但是那个的只有那个 就是两边都吃的人一定有很多话想说 所以有活该活该 对你用了很多的方式去帮大家说话 但这张专辑你把你自己想说的话 这张我觉得很如凯同 好像替自己说话了 或者把自己自己想说的话一次过 把它说出来了 对所以如果我跟你说 我那个时候专辑一出来的时候 我没有我只听完一次 我就隔着了 11月份的时候 诶十月中出来之后我就隔着 我隔着之后我到哪一次再才全部拿出来重听一次 看完影像展之后 我看完影像展之后我突然觉得 找到一个出口方向之余 我突然觉得 诶有一点什么力量 我说不出来 有人这样子反馈给你过吗 没有耶 没有这样说过 没有人这样说过 对啊 你是第一个耶 对我不敢听 那种不敢听是突然觉得 我的很多不完美都被你看到了 哦 原来是这样哦 就是我突然觉得 有说中了你的一些话 你的一些内心的东西吗 我们都想要就是用自己的东西传递些什么嘛 对不对 对 但你一定会因为很多的包袱而有压抑 对 于是你这张专辑厉害呢 厉害呢 这应该就是 我觉得可能在电台工作者 能够给予你的一些回馈吧 有想过这件事吗 懂事 懂事 我没想过耶 我只是很 我只能很 很坦白的 很诚恳的把自己的一面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张专辑算是我最 坦白的一次面对自己 对 以前可能会真的像马世芳说的 很想要证明自己 很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我可以很厉害啊 其实我会弹吉他 其实我可以唱歌的 其实我可以怎样怎样 可是这张专辑就告诉大家 其实我没怎么样啊 其实我只有这样 我只能这样 所以这会不会是一个 25到30岁之间的一个通病 我们很想要去证明一些什么 给大人看 对 对 我觉得会有那样子的感受 但你突然觉得你撑不下去之后 你回不去了 到30岁你就发现 其实不怎么样又怎样 我只有自己 或者我只能做到80分没有关系 我还有时间 我还有青春 30岁不算小 可是还算青春 所以你开始会留点余地给自己了 对 就是会原谅自己 我觉得原谅自己 所以王妃唱的原谅自己是很重要的 完良自己 原谅自己 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